日元对美元下跌的根本原因找到了吗? 是不是日本经济真的不行了? 日本真的要崩了呢? 过去几个月以来,很多人都在讨论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急剧下跌, 最低的时候1比160啊, 但是很多人都说这根本不是底, 当年可是1比240的, 由于日元狂跌, 所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, 也确实有不少国人到日本去扫货。 当时我们就跟大家讨论了一个话题, 说很多人都认为日元对美元跌, 是因为美元涨息而日元不涨, 但是人民币不但没涨息, 人民币还在降息, 可是为什么相对来讲人民币更加的坚挺呢?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, 因为从更长远眼光看, 一国本币的汇率, 还是要和该国的经济基本面挂钩的, 而日元持续的下跌, 是不是证明着日本经济真的不太行了呢? 最近日本经济新闻就公布了日本第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情况, 很不乐观啊, 日本内阁府16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呢, 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, 一季度日本GDP环比下降0.5%, 按年度计算呢, 下降了2%, 这是两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, 而且一季度占GDP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也下降了0.7%, 连续四个季度出现负增长, 这种情况是自雷曼危机爆发以来, 时隔15年首次出现, 不仅普通汽车和轻型汽车, 手机等耐用品的消费也低迷不振, 是啊, 看样子不是日元汇率下跌拖累日本经济, 而是日本经济下挫导致日元汇率智能越来越低, 前些日子很多人讨论啊, 这个日元对美元大跌的时候, 还有人信誓旦旦的说这对日本是个好事, 为什么呢?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, 当一国货币下跌之时, 实际上是有利于该国出口的, 大家都知道日韩这种经济体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, 出口对它们来讲呢很重要, 而就在过去两年, 日本和韩国分别出现了长达20多个月和十几个月的贸易逆差, 这说明啊日本的出口不好, 所以有人说哎呀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, 那么日本的出口经营当很好啊, 这对提振日本经济来讲是个好事了, 可是根据日本公布的相关数据啊, 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, 日本出口也下降了5%, 换句话讲, 日本出口根本就没占到汇率下挫的便宜, 而今天的日本经济啊, 实际上在国内和海外同时出现了巨大的危机, 从国内来看, 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显然遭到了巨大的困扰, 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说啊, 过往30年, 虽然日本经济没增长, 老百姓输入也没增长, 但是日本处于一个超稳定结构, 工资不涨嘛, 物价也不涨, 日本老百姓倒也能挨得过去, 可过去两年, 由于美元对日元的疯涨, 导致输入性通胀已经来到了日本, 什么意思呢? 今天你再到日本去, 可能买奢侈品啊, 你会觉得哎呀, 比以前便宜了很多, 这是一个买奢侈品的好机会, 可是对于以往几年去过日本的人来讲, 他们会突然感觉到怎么日本的物价涨得这么高, 涨得这么快, 超市之中几乎所有物品的价格都在上涨, 酒店餐饮价格也居高不下, 到日本旅游表面上好像能占便宜, 实际上花费比以往更多, 这还是旅游的人, 而对于日本普通老百姓来讲, 他们更是感觉到日子难过呀, 物价在飙升而工资不涨, 那当然就会入不敷出, 尤其是我们看第一季度日本的经济数据啊, 它的消费还在减少, 汽车手机等耐用品的消费数字在下降, 为什么会这样? 按道理想啊, 你通货膨胀之下, 汽车手机卖的都更贵了, 那这个销售数据应当上涨啊, 可是销售数据出现下降, 就只能说明大家买的个数变少了, 为什么会变少呢? 到底也很简单呀, 一方面日本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没有怎么上涨, 另一方面呢, 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却在上涨, 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, 就只能减少那些大宗的耐用品的消费, 而把钱花在吃喝之上, 本来日本的这个食品价格就很高, 现在更是高的逾谱, 可是这样一个状态呢, 很显然对日本企业来讲, 它不是个好事, 尤其是今天日本大量的企业实际上遭到两方面的夹击, 一方面经济情况不好, 物价飙升, 老百姓手里没有足够的钱, 消费意愿降低, 那么你这个销售额就会下降, 另一方面呢, 日本实际上有很强的这个加息的冲动, 毕竟啊, 跟美元的日差有点太大了, 导致日元急速下跌, 所以日本政府事实上已经动了这个要涨息的想法, 但是以往的节目我们说过啊, 日本过去30年一直搞的是零负利率, 从政府层面看呢, 它可以天亮的借债, 日本今天的债务规模已经是GDP的接近2.5倍了, 但是由于零负利率呢, 所以日本政府借多少钱都不用还利息, 左手倒右手借新债, 还旧债就可以了, 而日本也有很多企业本来就已经入不敷出了, 说实话就是靠这个银行贷款支撑着, 可是以往呢你是零负利率, 你并没有增加新的债务, 而未来如果日本政府真的加息, 那么哪怕只是加一点点, 对于企业来讲, 那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啊, 因为你一下子就要多还利息了, 有数据显示, 过去半年以来, 日本中小企业的倒闭数量比以往大大增加了, 所以日本国内的企业民众消费现在都面临巨大问题, 而另一方面呢, 很多人不是鼓吹, 只要汇率降下来, 出口就会增加吗, 可很显然, 日本的出口这几个月以来不单没增加, 反而下跌了, 为什么, 不是因为它东西卖的不便宜啊, 而是因为日本商品的竞争率正在逐渐减少, 我们就以我国国内的汽车市场为例吧, 今年一到四月份, 根据相关部门给出的数据啊, 大家知道吗, 日系车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什么状态了吗, 12.2%, 而国产车的市场占有率第一次超过了60%啊, 更有很多人说, 照这个速度看, 其实用不了三五年, 日系车恐怕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只剩下个位数, 甚至会步韩国的后尘只剩下1%, 2%了, 曾几何时, 日系车在我国是多么的如日中天呀, 日系车一家就占了我们四分之一以上的市场销售份额, 日系三强, 每一强的年销售额都超过百万辆啊, 然而新能源时代来的就是这么快, 刚刚过去的四月份, 不单我国自主品牌系车占我国销售份额超过了60%, 而且呢, 新能源车的销售量也第一次超过了50%, 接下来很多人都预测, 传统燃油车将进入到死亡螺旋之中, 他们退出市场的速度会越来越迅速, 而日本车最大的短板就在于, 到今天为止, 他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电动车, 美国, 韩国, 德国, 人家也是世界汽车强国, 但好歹人家也有电动车在卖, 卖的还不错, 可是日本的电动车在哪里呢? 未来几年, 日系车在我国会迅速退潮,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已经开始平视西方了, 中国消费者更喜欢本土品牌, 另一方面, 不就是因为新能源时代已经到来了吗? 而日本车未来恐怕不但要在我国市场上退市, 在全球各大市场恐怕也分不到一杯羹了, 这是为什么日本出口下跌的原因呀? 人家都卖新能源车了, 你还卖传统燃油车, 你就是价格再便宜又有什么用呢? 而汽车产业绝对是日本最后一根, 支柱产业了, 曾起核实, 日本的家用电器, 日本的手机, 日本的电脑卖满全球, 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吗? 等到日本汽车也出口大打折扣之后,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, 日本还有什么产品能够出口? 当然, 有人说日本的药妆美妆化妆品, 那不是深受亚洲人喜爱吗? 尤其是同为亚洲人, 很多中国女性以往是很喜欢日本这些化妆品的, 可问题在于小日本又自掘坟墓啊, 它开始排河污水之后, 很多中国人就对来自日本的药妆美妆化妆产品不屑一顾了, 谁知道你那个水有没有受污染, 谁知道你那个工业原料有没有受污染, 所以日本在化妆品的出口上恐怕未来也会遭遇到重大打击, 所以我们真是想不到日本还有什么拳头产品能够出口, 当然可能有人会举一些例子, 说日本在某几个小众领域还是不错的, 还是可以独步天下的, 但是那几个小众领域, 比如说单反相机也好, 镜片也罢, 那能赚多少钱呀? 那能解决多少人的就业呀? 光剩这几个小规模的产业, 它足以让超过一亿日本老百姓吃上饭吗? 所以我觉得不是日本汇率下跌, 导致日本经济下挫, 真的是日本经济遭遇到重大危机, 导致日元基本面不好, 长期对美元汇率下挫。 此前的节目我们曾经说过, 如果照着这个态势发展, 印度人几乎什么都不用做, 他们的经济总量就会迅速的超越日本,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日元汇率会继续下跌, 而现在日本面临的问题是不但汇率下跌, 本土经济也慢慢开始出现迅速下挫的迹象, 这样的双杀有没有可能今年一结束, 印度GDP就会超越日本呢? 照理拍案, 本回书着落在此,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